2022年4月初的低端港南集英社 這個時候大家應該在看櫻花最前線 或者已經新在一本本就看櫻花 當然啦 今年日本還未開關 至少這個時候 所以今天帶大家來倫敦的Kill Garden 看看櫻花 以我所知 還有櫻花盛況 不知道我的網上資料對不對 果然是看到櫻花 雖然櫻花和日本比 就真的不及日本 但你見到質素其實都不差 說到最別致呢 應該都是這一波櫻花 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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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di 1 2 3 4 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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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櫻花樹後,就走到這個Palm House 主要是收集熱散耳林的植物 進來這個Palm House 完全是熱散耳林的感覺 現在來到Palm House 可以在高船旁觀看這種黃米的熱帶植物 搜索櫻花樹上有寫的古蹤 雖然櫻花也有點梳落 不過是搜索櫻花大度 因為兩邊都有 整個Kill Garden 最有日本的封面 一定是這裡 它其實是一個 京都西本縣子唐門的複製品 1910年英日博林會已經展出 現在就搬到這裡 接下來就走到這個 叫做Tree Top Walkway 可以在半空中走一個圈 今天Kill Garden 的上映行動 大致上都滿足 另外這裡真的十分之大的 大家如果一來 就起碼要遇到半天時間 因為始終比了近20磅 真是幾多東西看 接下來的夏天 雖然沒有櫻花 但是相信會更加美 好 今次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 英國移民資訊 你好 謝謝 我們下次見